Hello各位小伙伴 欢迎来到熊猫军实验室 我是熊猫 现在是正中午 太阳非常的大 那么在这个艳阳高照的中午 我在外面干嘛呢 当然是给大家拍一些比较有趣的视频了 最近我就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 就是我手里的这个镜子 这是一个它叫做什么 菲尼尔光学镜片 它这个东西跟放大镜是一样的原理和效果 但是它只有这么薄一点 你看 就有放大的效果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如果光玩放大镜肯定是非常无聊的 我们要用放大镜做一点有趣的事情 我相信大家小时候都用放大镜来点东西玩过 就是用放大镜把太阳光聚集到一个点上 然后就可以把东西点着 然后据说呢 这个东西它聚集太阳光的能力 比放大镜要强上很多倍 我来试一下 我们先来烧一个塑料袋 看看效果怎么样 把这个光聚集起来 哇 一秒钟 刚放上去 就烧通了 这个威力真的是很大 基本上是势如破竹啊 这个塑料袋被烧得这么惨啊 看来这个非常没有挑战性 现在我来烧这个 一个酸奶盒 这个是塑料的 看看怎么样 也就是一秒钟啊 一秒钟就已经烧穿了 哇 再烧一下硬直板啊 看看 哇 已经烧起来了 已经出现火焰了 哇 这个烧得真厉害 直接燃烧起来了 这个直板 在旁边再点一下 哇 它这个速度真的非常快啊 我刚放上去这个火苗就出现了 我刚放上去这个火苗就出现了 那样东西真的是完全无压力啊 都是一秒钟就点燃 现在我来烧一块石头啊 看看它能不能把石头点燃 这个应该不是石头 就是水泥块了 来试一下啊 好像没有反应啊 换一面烧啊 换到这边 它有点开始冒烟了 一直在冒烟啊 这一块已经烧黑了 你看 石头虽然点不然啊 但是已经烧黑了 足以见到它这个威力啊 好了今天这个费尼尔光学镜片 就给大家玩到这里啊 跟我们小时候玩的放大镜差不多 但是比那个厉害多了 而且你看这个非常的薄啊 然后呢 提醒各位小朋友啊 看到这个视频的小朋友们 千万不要在大中午在外面玩啊 非常的热 你看 我的整个额头都是汗 然后呢 这个东西啊 千万不要对着人 对着自己的眼睛 真的非常危险啊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给我一个关注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